要说鬼灭之刃战斗系统的核心 那无疑就是呼吸法了 故事中除了火之神神月 以及日月两大呼吸法之外 其他都是以呼吸法的设定很详尽 目前鬼杀对剑士 所使用的呼吸法 基本都是五大基础呼吸法 或者它们的衍生 就连一支柱的自创的手指呼吸 其实也属于风之呼吸一系 由此可见五大基础呼吸法 果然包罗万象 而这五种呼吸法中 有一种似乎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那就是雷之呼吸 雷之呼吸共有六型 雷之呼吸的二支六型 虽然有失传的可能 但这一可能性并不大 前问提过 当前花样摆出的呼吸法 几乎都是五大基础呼吸法的衍生 因此大部分剑士都是在掌握了 基础呼吸法的情况下 才结合自身的四连改良专属呼吸法的 像一支柱那样被掌握风之呼吸 就自创属于风呼一脉的 受护的剑士只是少数 这一说法的证据就是 传授雷之呼吸的桑导词物浪 并非雷之呼吸而是名著 它在战斗中所使用的是 雷之呼吸 就是雷之呼吸的衍生呼吸法 既然如此 那么只要鬼杀队目前 还存在使用雷之呼吸 衍生呼吸法的剑士 那雷之呼吸就不算失传 而这位剑士就在鬼杀队的九度之中 那就是鹰柱与随天缘 他的鹰柱呼吸在设定集中 明确表示是雷呼的直接衍生 因此必然是在掌握雷之 呼吸全球型的基础呼吸下 根据自身特点改良而成的呼吸法 明珠一脉的雷呼全形传承虽然断了 但鹰柱还在 因此雷之呼吸不会失传 另外 雷之呼吸不仅不用担心会失传 甚至还会比以往所传承的更强 因为善意不仅将一支型开发到了极限 还独创了雷之呼吸 最强招式七支型火雷神 在掌握全形的鹰柱 与拥有最强运形和七型的善意传承下 雷之呼吸这一历史 优走的呼吸法实力 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老鹰柱拳下有知的话 必然会十分欣慰 因为他的爱徒 将这一脉的雷呼变得更强了 由于鹰柱没有参加 无限承担决战的原因 开文者活活过25岁的设定 对他没有影响 因此雷之呼吸应该和水焰一样 能够一直可以传承 不过回头想想 其实失传不失传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无限承拨已经是鬼杀队 与无残几百年来的决战 这一战之后已经再也没有 回于鬼杀队纠缠百年征战了 呼吸法自然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告知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